美國總統大選倒數7天 到底是川普還是賀錦麗 是下一屆的白宮主人 當然全球都非常關注 但我們要先帶來看到一個意外事件 就是在美國的奧勒岡州 還有華盛頓州 現在這些地方 還有很多的區塊 都已經展開了提前投票 但偏偏在這兩個地方 竟然出現有投票箱被縱火的案件 而且有數百張的選票被燒毀 警方就研判說 這兩起的縱火案件是有高度的關聯性 FBI也已經介入調查 投票箱竟出現攪黑破洞 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的一處投票箱 在週一凌晨起火 好在只有三張選票受損 但是華盛頓州溫哥華的票箱 就沒這麼幸運 兩例被縱火的投票箱 警方距離只有24公里 溫哥華的票箱被燒毀數百張選票 抽到地上留下灰燼 波特蘭警方從點火裝置判斷 兩起火災有關聯 不僅如此 月初也有投票箱被燒 嚴重破壞民主進程行為 美國FBI介入調查 後警力跑到密西根州半導體工廠 大展美國經濟要抓住勞工的心 另外民主黨催票即歐巴馬 在賓州造勢猛攻川普造勢場 嘲笑波多黎各是垃圾島的言論 川普反指歐巴馬的太太 密雪兒超級討厭她 卡玛拉和她的競爭 是每個人選擇 為她是俄羅斯 我不是俄羅斯 我是俄羅斯 沒選倒數一周 川普賀警力激烈攻防 就怕出現極端政治暴力 TV新聞綜合報導 所以說下一屆的白宮主人 到底會是誰呢 剛剛我們提到了 全球都非常關注 而且有很多的人 也展開他們的預測 我們就來看到世界上 最準的經濟學家 他是怎麼看的呢 他認為說在2024這一年 紅色浪潮可能再度席捲美國 他說出了這個川普 很有可能重返白宮 而且他還有其他的兩個劇本 包括是共和黨會重掌參議院 眾議院的部分呢 則是勢均力敵 但是巴羅說 其實川普目前看起來的話 在經濟層面上的贏面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但是他還點名說 不論是川普 不論是賀錦麗 誰當選 基本上他對美國未來的經濟 都是看好的 但是當中他還點出了一些隱憂 剛剛我們說到他認為說 川普很有可能重返白宮 但是川普的經濟政策 兩個大旗 一個是減稅 另外一個是關稅 這兩個稅 可能對美國經濟 甚至對全球經濟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先來看到減稅好了 減稅呢其實可以讓美國的經濟 在2025年 預估他的GDP 可以增加2.1到2.3個百分點 但長期來看 也會讓美國政府的赤字 是再度擴大 所以長期來看 他認為說是有隱憂的 另外呢在關稅的部分 當然對台灣影響也非常大 但同樣的也要回過頭來 影響到美國經濟 他認為說對全球的經濟增長 是有所損害的 所以長期來看 或許現在達到了政治目的 但是在長期觀察來看 是有所不利的 還有他也說 如果在今天川普勝利 但是面臨到一個分裂的國會的話 他可能會把重心轉到外交上面 但是在今天如果是賀錦麗勝利 國會也是分類的話 他可能會盡量的維持現狀 但是我們再從民調的數字來看 到底現在誰的贏面比較大一點呢 目前看起來的話 川普似乎明面還是稍微大一點 我們來看到CNBC的調查 他說如果從全美經濟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川普的支持度是比較高一點的 來到了48% 另外賀錦麗的部分則是46% 當中有兩個百分點的差距 但是如果從搖擺州的這個調查來看的話 川普的數字是48% 賀錦麗的調查數字是46% 當中差距也依舊是非常的小 雙方可以還是說是一個五五波的狀態 但是我們來看到 如果今天的族群是優先考慮 怎麼解決通膨 怎麼解決經濟議題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是大幅領先 來到了42% 而賀錦麗只有24% 再來我們來看到金融時報的民調 他說其實從經濟議題來看 大家還是比較看好川普的 略勝了一個百分點 還有如何讓選民的財務更好 這個領先的就更多了 來到了將近有8個百分點 川普獲得45%的支持率 所以以舊經濟 還有降低通膨的觀點來看 其實美國選民是更相信川普的能耐 但是川普的副手范斯 最近呢就提到了台灣 他接受Podcast的專訪的時候 就提到說 這個印太地區的穩定 還有支持台灣 會比軍援烏克蘭 來得更加重要 川普副手范斯到威斯康星造勢 我的回答是 我們可以每個人都可以 只能拿一個冷靜的 然後拿一個笑話 這真可憐 在台上要選民別那麼嚴肅 多點幽默感 就是因為先前川普紐約集會 一名喜劇演員 歧視波多黎各的言論 招來批評 而范斯在美東時間26號 接受節目專訪時提到台灣 聲稱台灣在全球晶片生產中 扮演關鍵角色 對美國而言 印太地區的穩定 以及支持台灣 比軍援烏克蘭來得更加重要 事實上這並非第一次台灣 兩個字出現在范斯的演講中 它是罪罪 它是無疑 那是無疑 那普登 在她的視訊 或是在這瞬間 中國正在抗爭 對台灣的視訊 在她的視訊 今年8月 范斯到北卡造勢 主攻國安議題 就曾提及台灣 面對激烈選情 過去立場傾向民主黨的 《華盛頓郵報》 打破36年慣例 今年不再為總統候選人 背書引來不滿 千萬多的訂閱人 已經把他們的訂閱 在過去幾天的訂閱 成為結果 還有一位製作人 和一位抗爭 都在抗爭 原本挺賀錦麗的草稿 都已經拟好 卻收到老闆貝佐斯指令 突然喊咖 貝佐斯週日發表一篇標題為 《美國人不信任新聞媒體》的文章 內容提到 這全是內部決定 沒有任何形式的交換條件 而之前遭到美國司法院警告 可能觸犯聯邦法律的馬斯克 現在直接遭廢誠檢察官起訴 根據CNN報道 起訴馬斯克的檢察官 是個民主黨人 他認為馬斯克發送 百萬美元的挺川行為 顯然在試圖影響選民的抉擇 暗示參選樂透彩的選民 應該要怎麼投票 TBS新聞走不到 而更多的媒選話題呢 等一下的聊媒選 我們都會有 TBS新聞網的資深記者 黃正宜Joyce 帶給大家更深入的分析 不過我們要先來看到 其實同樣也是影響著 媒選的一個議題 當然就是俄烏戰爭了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在俄烏戰爭 過去一個月當中 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其實根據法新社分析 這些戰爭研究所的數據來看 其實在過去的一個月當中 俄羅斯軍隊所佔領的烏克蘭領土 真的可以說是非常多 來到了478平方公里的烏克蘭領土 而且這個數字已經是開打以來 2022年的3月以來最多一次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過去一個月 俄羅斯的軍隊在烏克蘭領土上 可以說是攻城掠地 當中我們來看到 像是庫皮陽斯這個地方 周邊的這個領土 俄羅斯已經佔領了 將近有40平方公里的區塊 所以當然現在俄羅斯軍隊 也持續在東北部的前線推進 但是同樣在烏東 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我們一再提到的就是 盾內刺客 現在是有三分之二的領土 都被俄羅斯的軍隊所佔領 所以說我們就來統整看一下 從這個戰爭開打到現在 俄羅斯軍隊到底佔領多少的烏克蘭領土呢 包括是俄羅斯侵佔了烏克蘭領土 在2023年去年的時候呢 只有這個584平方公里 一整年在去年 都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焦灼的狀態 但是呢在今年的部分 俄羅斯軍隊似乎呢 攻城掠地的範圍更多了蠶食精吞 如果去年說是這個蠶食的話 今年絕對就是精吞了 2024年10個月過去 已經超過了2660平方公里 開打到現在 總共是6.7萬平方公里的烏克蘭領土 已經被俄羅斯所佔領 對俄羅斯來說 如果真的要談判的話 這絕對是非常好的籌碼 未來這個烏克蘭的領土 還有它的國土的版圖會不會有所變化 這也是持續值得觀察的地方 但是我們來看到 現在呢俄羅斯也是有北韓的援助 之前我們就跟大家討論說了 其實他們用了北韓的士兵 現在已經出現在戰場上了 我們來看到北約的資料 北約就說了 北韓的軍事部隊已經部署到了 庫斯克要當俄羅斯的援軍 為了彌補的是俄羅斯的這個兵力損失 而且這個進度也已經推進到了烏都 而美國是怎麼說呢 他們說之前原本預估 就有3000多名的北韓士兵 進到了這個俄東 而且呢要幫助俄羅斯 但現在這個數字再往上揪 已經有上萬名的北韓士兵到俄東受續 而且他們也挑明的說 如果北韓加入的話 美國將不對烏克蘭使用美國武器 設立新的限制 意思呢就是針對烏克蘭 要使用美國的武器攻打俄羅斯本土 可能未來呢這個標準是會再放寬的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但是也沒有表明說 將會準許深度打擊 不過現在在俄羅斯戰場上依舊相當焦灼 烏克蘭首都基辅上週連續兩晚遭俄羅斯無人機攻擊 一死五傷 儘管戰場人力損失慘重 俄軍至今的傷亡北約估計60萬人 美國情報是50萬人 但軍備武器俄軍並不缺乏 自己蓋的大樓自己炸 10月28日俄羅斯用引導炸彈摧毀前蘇聯政府 建造的烏克蘭哈爾科夫地標古蹟工業工 這棟蘇聯第一棟摩天大樓曾戰略世界遺產 俄軍摧毀地標企圖打擊明星士氣 第一線的烏軍則遭受重大的意志力考驗 烏東盾內刺客的賽利多偉遭遇俄軍三面夾擊猛攻 記者和採訪對象都隨時可能為國犧牲 整周沒休息的日夜戰鬥烏軍士兵快崩潰 俄軍無人機火炮與迫擊炮數量是烏軍十倍 更可怕的是他們不用重型裝甲車 而是人海戰術 兩軍最大差別在於俄軍不在乎士兵生命 目前也不缺送上戰場的炮灰 今天我可以證明 日南韓軍隊已被送到英國 和軍隊已被送到俄羅斯 而南韓軍隊已被送到蘭州 另一個針對政策的法律 几天来五角大厦一直用普京绝望衰弱求援的角度解读北韩原厄士兵一事 但10月29日传出美国国防部松口 一旦北韩参战将不再对美国原武武器设下新限制 是否西方与乌克兰其实也感受到压力 美方仍未解除美原武器不能攻打恶劲的限制 但从最新曝光的北韩附恶士兵影片看来 一万至一万两千名士兵可不一定都是南韩防掌口中 年轻又营养不良的炮灰菜鸟兵 荷兰国防部长的话令人担忧 8月初冒险攻入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地区的精锐乌军 在疲惫作战三个月后可能要面对北韩特种部队暴风军团的袭击 美国总统拜登回家乡德拉瓦州提前投票 记者问到此事拜登借机批评川普 些人后曾六次与普京通电话 克里姆林宫不愿证实此事 客工发言人只表示负责任的不公开高层对话 至于与北韩的多方合作属于俄罗斯主权范围 美国人选出的总统对乌俄战争结局影响很大 这让许多人感到无奈 比利时女子阿尼亚的养父母也很无奈 跨国领养来的孩子长大后又回去了 还是上战场 出生就只有单腿的阿尼亚 从小被比利时烈日的家庭收养 有从军梦的阿尼亚26岁时才查到 他除了有波兰协同 还有个乌克兰祖父是扎波罗热人 战争爆发后 他先加入人道物资运送车队 后来听说有受训机会 毅然加入成为外籍战士 负责操作无人机侦搜 在热情中燃烧生命是一种幸福 被送上乌俄战场的北韩士兵 是否觉得幸福呢 乌克兰今做好了准备 要用北韩士兵没有体验过的幸福 当作投降诱饵 韩语配音的宣传引带 针对北韩原厄士兵制作 花木服输的社区 明亮干净的房间 带领养的宠物猫 有肉有菜有饭的三餐 乌克兰军队招降计划 对北韩士兵展示了专用俘虏营内 在家乡都不曾有过的幸福生活 就算被逼上战场 人生还是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希望北韩士兵好好把握 TVBS新闻综合报道